在今日定期会议程中 先议员林芳瑜针对中芯大学 亦将普里新大师燕林重新规划 成为大家可以共同使用的场域 对此先议员林芳瑜也希望 先府文化局能够好好的 与中芯大学来协调规划 让这块土地的空间能够更完善 成为民众休闲以及工部门 办理活动的好去处 他们希望说大家能够共享共荣 大家尽一份的心力 可以共同使用这个场域 包括提供给社区 提供给民众 运动也好 休闲也好 举办我们的一些活动都可以 那一个地方可以经过整体的规划之后 会很受地方的欢迎 而且能够成为一个 很活跃的一个活动场域 只要经过我们地方上也好 工部门的带领之下 我相信它的荣景是指日可待的 如果说这样子我们私底下的话 也麻烦说跟我们中兴大学这边 好好的研究看看 县议员石庆龙针对日前接获澄清 因为人数只有一人 没有经费聘用老师教导母语 要学生去学习其他族的语言 表示非常的不妥 虽然在与教育处沟通之后 事情圆满解决 但石医员也希望针对这个部分 县府教育处也要对于县内 两百多所的国中小 针对类似的事件 要防止再次发生 我觉得因为某国中 只有一位某一组的学生 那我们老师 居然跟他说 你只有一位的话 那我们没办法请到老师 那你干脆去学泰雅族的 或者是布农族的话 所幸昨天经过联系以后 已经圆满地来做主理 希望促长应该学管科这个部分 对我们县内两百多所的这个国中小 再次请他们要注意这一点 在近日定期会议程中 县医员林芳于针对 新大实验林重新规划 而县医员石庆农者 针对母语学习问题 分别提出建言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检讨改善 以保障献民的权益 记者程维一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